金鐘影后徐瑋宁與新路早聊中心的雙胞胎姐弟一同拍攝影片 徐瑋宁分享互動過程 並在生長者與家屬中学习到勇敢 認真 踏實的度過生活 徐瑋宁在百忙之中担任新路基金會愛心大使 雙胞胎高興的特地做卡片送給她 因为我觉得新路对我来讲它是成立了三十几年 然后非常值得信赖的公益团体 那像我觉得只要是有时间有能力的话 一定都想要多接触这些 不管说是跟弱势的朋友 其实在跟他们互动中 你都可以获得力量 所以我觉得不管如何 一定要抽出时间来 然后跟大家跟这些朋友们相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虽然你看其实余山很活泼 然后终于虽然安静 可是你可以感受到它是一个 很想要分享自己感受的孩子 那那天我们在拍我们有一起上画画课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小女生 而且她唱歌非常的好听 我们那时候她起了一个头 然后我们所有的包括妈妈老师 我们全部刚刚在那个画室里面大合唱 所以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那天玩得很开心 那现在很小 对 遭遇生命逆境时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勇敢金句 薛宇宇宇 身杖双胞胎 心路执行长也都藉由分享 自己的人生金句 鼓励每个面对困境的人 秒杀 勇敢不是不害怕 而是知道害怕还是继续走下去 我们一起练习 一直练习 真的每一步都有我在看的风景 和我一起陪伴障碍者 然后面对困境勇敢走心路 这几年我们从疫情过后 那虽然看起来景气有点在复苏 不过整个募款的环境还是不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也透过一些社会宣导 然后来希望社会大众可以 来支持我们心路基金会 跟我们生意大学朋友 那心路基金会成立于民国76年 就是台湾解研的那一年 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刚解研 生意大学的朋友当时 几乎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 可以出去读书 那大部分都关于家里 可以跟我们一样出去 像一般人一样工作 甚至去看医生 或者像现在一样有很多 厂照的机构 身上的机构 或者是早疗的中心 那时候都没有 所以我们一路以来一直做倡议的工作 那到现在在全国也有三十几个分支的单位 做一些直接的服务这样 那这37年来 我们大概每一年都服务6000多名的生意大学朋友 那当中有1800名的发展持环的小朋友 提供他专业的疗愈和专业的復健 那有1600名的成人的生意大学朋友 我们协助他怎么样交朋友 跟我们一样可以认识男女朋友 跟我们一样自己去租房子在社区居住 跟我们一样可以去一些超市购物 自己煮饭 我们做的是这些事 那在这当中 还有1800名的生意大学朋友 我们协助他跟我们一样出去工作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有很多生意大学朋友 尤其是智能障碍朋友 都可以在一般的地方工作 那其中还有250名的生意大学朋友 比较重度的 我们提供生脏机构的支持和辅导 因为比较重度 所以我们是协助他怎么盥洗 怎么吃饭 然后怎么做休闲活动这样 那这一路手来也是含辛努苦 所以也谢谢各位媒体朋友 社会大众的一个支持 辛努基金会 从零到成年到老人的一个心智障碍者 那我们都希望能够让这些生意障碍者 可以他享有一般人的权利 他可以好好吃饭 好好的生活这样 那辛努在早期疗愈里面呢 我们有服务了许多许多生意障碍的孩子 我们不分障碍 不分程度 带着他们练习 学会走路 学会讲话 学会跟人家互动 那在辛努的早疗机构里面呢 你会看到 就是其实现在会因为两个原因 一个是医疗的专业非常的发达 很多在前期在运程过程当中 可能有呼吸窘迫啦 产生不顺利啦 或者是有陷疾病的孩子 他后来进入医疗的专业 他可以得以延续生命 再来享受这一个体验生活的机会 那第二个原因呢 是我们的家长现在越来越进入 他知道孩子出生之后 纵使有障碍 他也一样可以出来上课 但是也因为这两个原因 也导致我们在 辛努在 身上肌肉的服务里面呢 我们送的孩子 有七成都是重度以上的孩子 所谓重度以上的孩子 指的是他可能现在还要练习翻身 还要练习学会自己做 或者是练习就是站着 就是去体验这个生命的机会 那当然也会有更加需要 照顾的孩子 像刚才卫妮上次有跟RN一起互动 对RN他是因为需要有一个安全可以进食的机会 所以他按了脾胃管 就像老人家这样子 他一样要延续他的营养跟生命 但是虽然是这样 这些孩子他一样有上学这样子的权利 所以我们在辛努的早粮实验 我们有大概一成多到两成 其实孩子其实都有这样管管照顾的需求 所以这更加的让辛努在这个照顾的附和里面 也越来越沉重 所以当然也会希望借这样的机会 可以呼吁大家 每一个孩子他都 不管是大孩子或是小孩子 他都有可以去享受生命的权利 所以大家的善款的募资 其实都是帮助他们去 顾好他们的生活品质 辛努基金会岁末募款开炮 庇护工厂青年特地手作弹卷礼盒 以及香皂组要赠给捐款满额的爱心民众 基金会呼吁大家以行动挹注服务经费 帮助基金会持续帮助障碍者走出生命新路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